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五季 惊魂十四日 第五十集 南天的话终于说服了所有人 莱克 千秋 龙马 白晶 一一表示愿意让南天成为最后胜出的人 南天向他们点着头 内心感慨万分 在最后一刻他终于让大家团结了起来 共同对抗主办者 南天从柜子里拿出了纸和笔 分发给众人 这是最后一次打分了 所有人都十分的慎重 用笔清晰的写下一个数字 南天说 还是跟以往一样吧 大家写好分数之后把纸对折一下 不要让别人看到自己打的分数 贝斗 你帮忙把纸收起来好吗 贝斗点了下头 站起来挨着把纸收集起来 交给龙马统计 他和南天站在龙马背后 监督着龙马计算分数 龙马一张一张地夹着分数 前面的数字都相差无几 突然他看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分数 啊得低呼一声 南天在他身后说 没关系 加起来统计平均分吧 龙马计算完分数之后 咽了口唾沫 看了南天一眼 神情复杂 南天把龙马计算出的结果告诉大家 很遗憾 我最后还是没能胜出 我的分数是九点一分 众人一片愕然 莱克难以置信地说 怎么会这样 我打的是九点九分啊 按道理 我们多数人都应该打了非常高的分数啊 龙马 你确定没有加错吗 龙马没有加错 我和北斗一直在他身后 看着他计算的 那是怎么回事啊 夏侯深不解地问 原因很简单 南天缓缓地说 同时在一叠纸中抽出一张 展示在大家眼前 因为有人打了这样一个分数 把平均分一下子就扯低了 所有人都凑上前来 惊愕地看着这张纸上写着的数字 一 是谁打的一分啊 这个打一分的人 夏侯深愤怒地说 对 南天立声说道 紧握着这张纸 这个打一分的人 显然因为某种原因 不想让我成为胜利者 而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他顿了一下 大声地说 此时此刻 恐怕没有别的理解了 这个人 就是主办者 没错 一定是这样 暗火大声说 可我们怎么知道 是谁打的这个分数呢 这个人显然不会承认的呀 白京为难地说 这时候 南天露出了微笑 这是一种胜利者 发自内心的笑容 他说 我猜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在此之前 在打分的纸上 做了一些小手脚 南天把刚才打分的一叠纸 拿起来 主办者不可能想到 这次打分的纸 是我事先做过标记的 而且按照顺序 发给了每个人 他把纸翻过来 每张纸背面的右下角 我都用一张废纸 垫在上面 然后用签字笔 重重刻下了一个印记 分别是我们每个人 抽到的顺序 就是说 每个人拿到的 都是对应自己顺序的纸 暗火睁大眼睛问 是的 因为只是一个 不起眼的印记 所以大家都不会注意到 但是仔细看的话 就能看到 纸后面的数字是几 这么说 只要现在看一下 那张写着一的 纸后面的数字是几 就能知道 谁是主办者了 白经颤抖着说 正是如此 原来这一切 是一个将主办者 引诱出的圈套 夏侯深明白过来 哈哈大笑 这招真是高明啊 我服了你了 南天 南天浅笑一下 将手中拿着的那张纸 慢慢转了过来 看了一眼 右下角 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 盯着他 时间仿佛暂停了 南天的眼睛 接触到那个数字的时候 全身的血液 随之凝固了 上帝 怎么会是 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却偏偏如此 指的右下角 是一个清楚的印记 十一 南天缓缓地抬起头 迷茫地看着沙家 试图在他脸上 读出些什么 寻找到某种解释 但他看到的 只是一张充满 惊惧和绝望 泪眼婆娑的脸 怎么会是他呢 他真的不懂 只觉得心在急速地下坠 众人通过 南天的眼神望过去 已经猜到几分了 龙马把那张纸 从南天的手里拿过来 确认之后向众人宣布 主办者就是十一号 沙家 所有人的目光 都像利剑一样 射向了沙家 这小女人浑身一抖 下意识地抱住身体 颤抖起来 原来是你 这个绑架我们到这儿 并隐藏在我们身边 十四天的主办者 就是你 荒木舟站起来 恶狠狠地说道 沙家 你怎么都没想到 会在最后一天晚上 暴露身份吗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把这件事的所有引擎 全都老实交代出来 然后放我们出去 等等 白京疑惑地说 有一点 不对啊 沙家不想让南天成为第一 才故意给他打一分 可就算这样 作为主办者的他 也无法胜出啊 目前排名第一的 仍然是哥特 不是他呀 可是 如果哥特的分数作废的话 最高分 就会成为目前排名第二的沙家 南天埋着头说 哥特的分数作废 什么意思 白京吃惊地问 哥特在他讲故事的那天晚上 利用打分的环节做了弊 对吧 克里斯说 似乎他已经猜到了 我 我没有 哥特面红耳赤 想要申辩 被南天打断了 哥特 其实你不用为自己辩解了 我想你当初用作弊的方式 来获得第一 也是不希望让主办者胜出吧 现在 主办者已经被找出来了 我们只要能离开这里 活着出去 不就是最好的结局 你又何必非得要当这个第一呢 哥特尴尬地垂下头 无言以对了 这么说 哥特真的做了弊 夏侯申说 南天 你之前就知道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是之后才发现的 没有证据 但是我把这事告诉了沙家 当然那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主办者 而当时我们考虑到 哥特可能不会承认 所以放弃了追究此事 但是现在看来 如果我们没能找出主办者 沙家应该会在最后关头 利用主办者的生意 揭发哥特作弊的事 令他的分数作废 这样一来 最高分的获得者 就变成他了 你果真是这样计划的吗 沙家 天秋尖锐地问道 沙家打了个冷静 他垂着头紧咬嘴唇 过了许久 像是下了很大决心 抬起头来说道 是的 我就是这样计划 这样一来 我就能以主办者的身份 赢得这场比赛 然后呢 你赢了之后会怎么样 真的会像最开始说的那样 把我们剩下的人杀死吗 荒木舟双目元征 站起来朝沙家逼近 你休想得逞 荒木舟先生 我劝你最好坐下 沙家此刻的表情 已和平时大不相同 他冷冷地注视着荒木舟 阴冷的神情 令人心中发寒 别以为我的身份暴露了 就丧失了主动权 你们别忘了 这是我的地盘 要想把你们杀死 任何时候都不晚 哼 你想吓唬我 荒木舟哼了一声 就凭你这个小女人 能把我怎么样啊 那我这个小女人 是怎么杀死 玉知诚和徐文的呢 沙家冷笑道 如果你非要试试 那就怪不得我了 荒木舟不敢轻举妄动了 沙家镇定自若的态势 令他不得不有所顾忌 荒木舟先生 您还是坐回来吧 莱克劝说道 大家都别冲动 好好跟主办者谈判一下吧 荒木舟想了想 只有坐回到自己的位置 沙家说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别忘了 大门的钥匙在我这里 要想安全离开 就必须听我的 是是是 莱克打算稳中求进 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吧 只要能让我们离开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呀 龙马问沙家 很简单 按之前说好的规则吧 沙家平静地说 这场游戏 我承认在最后一刻失算了 栽在了南天设计的计谋里 让你们把我找了出来 这一点 我无话可说 那么按照最初说好的 获胜的人将获得大门钥匙 可是说到这个问题 获胜的人 到底是谁呢 这话令众人为之一阵 半赏过后 白晶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说 如果哥特真的做了笔 那么他的分数自然就无效了 这样一来 最高分就是 哼 你们终于意识到了吧 哥特已经承认作弊 他的分数作废了 那么我自然成了最高分的获得者 而且我的分数 可是绝对真实有效的 所以这场游戏 始终还是让我这个主办者胜出了 这一点 你们不会有什么意义吧 众人无话可说 片刻之后 龙马问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按道理 我应该把你们全部杀死 但是由于你们在游戏的最后一刻 把我给套了出来 所以作为奖赏 我可以让你们离开 但是 有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雨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五季 惊魂十四日 第五十一集 第一 你们活着离开之后 任何人不能将这里发生的事情 包括每天晚上听到的故事写出来 因为我是最后的赢家 写作权和发表权 是属于我的 这一点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 龙马代表众人说 不管怎么样 你的故事获得了最高分 这是让人佩服的事实 众人纷纷点头表态 沙家满意地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第二个条件是 你们离开之后 个人回归自己的城市和生活 彼此之间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联系 绝不能再追究此事 荒木舟眯着眼睛说 听你的意思 你好像不打算把你邀请我们到这来的动机 以及你是怎么杀死玉赤城和徐文 包括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谜底 告诉我们 这是理所当然 这件事情之后 一个叫沙家的女人将在这个世界消失 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会成为永远的秘密 相信只要我不说 不管是警察或任何人 都不会得知我的手法 如果我愿意 也许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秘密发表 如果不愿意 就让它成为永久的迷吧 总之随我高兴 由我决定 荒木舟似乎很不甘心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们 我们也可以保守这个秘密 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沙家冷漠地说 别再说了 如果让我不开心 也许我会改变主意 好好好 就按你说的办法 我们答应你的这两个条件 莱克赶紧说到 竭力稳住沙家的情绪 你们是否都能做到这两点 沙家闭腻众人 缓缓地问道 大厅里的人 只有点头 好 记住你们的承诺 如果以后 我发现你们当中 有谁没有做到的话 相信你们不会怀疑 以我的能力 能轻易取走你的性命 众人不敢说话 感到不寒而栗 现在我去取大门的钥匙 你们就坐在原位 不要轻举妄动 沙家站了起来 朝楼上走去 他进入自己的房间 将门关拢 大厅里的人 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南天看了眼电子表 现在是晚上八点二十 大概十分钟之后 沙家从房间里出来了 手里拿着一把管状钥匙 没人知道钥匙藏在他的房间 还是密室 也没人敢问 沙家拿着钥匙走到大门旁 他深吸一口气 将钥匙插入锁孔 转动 啪的一声 铁门没有打开 锁孔的下方 却弹开了一扇 巴掌大的小盖子 类似保险柜电子密码所 那样的数字键盘 出现在沙家的面前 他看见这个数字键盘 愣住了 这时候 大厅里的人都站了起来 看到了铁门上的数字键盘 白金属 这道门原来有双重锁 既需要钥匙 也需要密码 沙家站在电子锁面前 神情恶然 一动不动 过了半分钟 千秋说道 沙家 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 门打开之后 你也可以先行离开 我们绝不会为难你 你还犹豫什么 是啊 输入密码 把门打开吧 我们不会失信的 暗火说道 沙家缓缓地转过头来 神思枉然地瞥了众人一眼 紧绷着嘴唇 一言不发 大家看出沙家神色不对 隔了一会儿 白金疑惑地说 你不会是忘记密码了吧 什么 黄木舟忍不住吼叫出来 别开玩笑了 忘记密码 这怎么可能 沙家的神情此刻十分的复杂 显得既焦虑又无助 看上去不像是在演戏 似乎真的对这个密码所一筹莫展 而且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苦衷 沙家 难道你 根本不知道密码是多少 北斗亥然道 沙家身体一抖 似乎被说中了心思 却又不愿承认 只有紧咬着嘴唇 无比的窘迫 他是主办者 怎么可能不知道密码 龙马惊愕地说 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除非 你想说 除非主办者另有其人 说话的人 是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克里斯 他说出的这句话 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主办者另有其人 克里斯 你什么意思 难道沙家不是真正的主办者 千秋瞪大眼睛问 克里斯没有回答 他望向沙家 我说的没错对吧 沙家 你本来想代替某人承担责任 把主办者的帽子揽到自己头上 结果你没想到会出现密码锁这个环节 导致演不下去了 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夏侯神惊诧地说 沙家 为什么要假装自己是主办者 理由非常简单 为了保护某人 而这个人是谁 我想大家都不用猜了吧 在这十四天里 沙家和谁走得最近 对谁有好感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什么 南天的呼吸暂停了 血液也似乎暂时停止了流动 他在说什么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望着我 南天 你 哥特惊骇地朝后退了两步 不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南天急促地摆着头 我不可能是主办者 我相信 克里斯微微点着头说 我相信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主办者 你说什么 南天呆若目击 我不知道 记得我曾说过好几次 我大概知道谁是主办者 但是一直没有明确指出 原因就是 我始终觉得还差那么一点什么 但是直到刚才 我终于想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 真正主办者的身份 以及所有的谜团 都解开了 不 沙迦突然猛烈地摇着头 祈求道 不要说出来 我求你了 克里斯叹了口气 沙迦 我明白你的心情 如果你刚才能直接打开这扇铁门 让我们离开 恐怕我们大家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秘密 但现在的问题是 你确实不知道密码 因为控制着最后一个环节的 只有真正的主办者一个人 如果你坚持要守住这个秘密 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我们所有人都饿死在这里 而这 显然也不是你希望的吧 沙迦紧紧地咬着嘴唇 显得极度矛盾 克里斯进一步劝说道 我已经想过了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柜子里的食物只能支撑到明天早上 如果你不希望大家都在一个星期内慢慢饿死的话 你还是 他顿了一下 解开对南天的催眠吧 催眠 所有人都大叫出来 只有南天无法发出声音 克里斯的话仿佛冰块倒进他的血液 令他的肢体变得僵硬起来 他的大脑也被冰冻了 无法进行任何思考 此刻他的世界一片空白 只充斥着一些令他惊骇万分的说话声 不 不要说出来 沙迦苦苦的哀求 却已经晚了 当他听到克里斯嘴里发出催眠两个字的时候 全身筛糠般的猛抖了一下 然后捂住脸 痛哭起来 沙迦 你们的计划失败了 这是事实 现在 如果你真的想拯救南天和自己 就只能把一切都说出来 只要打开了门 你们还是有机会全身而退的 不 只要让南天知道了失情 就不可能全身而退了 沙迦悲哀地说 南天目瞪口呆地望着沙迦 过了许久 他问道 沙迦 克里斯说的是真的 沙迦没有说话 只是流着泪 默默地看着南天 南天和他对视了一分钟 在他的眼神里读到了自己不愿相信的事实 他倒吸一口气 难以置信地说道 天哪 如果真是这样 那你就把一切都说出来吧 告诉我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沙迦悲哀地说道 沙迦悲哀地说说声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一切都完了 他只能够说出所有的实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五季 惊魂十四日 第五十二集 一年前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颇有天赋的年轻作家 他虽然并不出名 但立志要当全中国最杰出的悬疑小说作家 我被他的作品所征服 来到他所在的S时 想要拜访他 可是当我找到他的家 见到他的时候 却发现他正在崩溃的边缘 卧病在床 沙家神情悲伤的徐徐到来 我非常震惊 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事 他一开始不愿告诉我 只让我离开 但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坚持留下来照顾他 最终 把他感动了 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我 原来 他之前一直怀才不遇 写出的作品 一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 出书的梦想 也一直没能实现 但他并不气馁 用一年的时间 精心构思出了一部 他认为足以震撼 整个出版界的精视之所 他将这个故事的内容简介和样稿 发给一家图书代理商 然后满怀希望的等待回音 这是一个任何出版商都不会拒绝的好题材 他信心十足 可是三个月后 代理商告诉他 这个题材未能通过审核 无法出版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认为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写完 导致无法打动编辑 于是他费心忘食 打算把整部书写完 但没想到的是 两个多月后 他还没把书写完 一件令他震惊万分的事情发生了 另外一个畅销书作家 出版了一部和他的小说 非常类似的书 这本书一炮而红 迅速成为畅销书排行榜的前五名 他疯狂地赶到书店 将这本书买回家里 一口气读完 不禁浑身冰凉 因为这个故事 和他内部作品 题材情节几乎如出一辙 他不相信这是巧合 立刻在QQ上质问 当初看过他稿子的图书代理上 那个编辑声称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说只是巧合 而且不愿再理睬他 他从这个编辑 闪烁其词的态度里 察觉到这里面 一定有什么隐情 于是他通过各种途径 探寻调查 终于发现了隐藏在这件事背后的可耻构档 原来 这家图书代理商的编辑 当初一眼就看中了这部稿子 但是 这个编辑是一个精明 狡猾 而富有心机的人 他认为 这部稿子的构思和质量固然不错 但作者本身并不出名 有可能导致书的关注量不够 而如果这个题材 让一个如日中天的当红作家来写的话 打造成超级畅销书 将毫无悬念 于是 他想到一个卑鄙的方法 将这个故事的题材提供给一个畅销书作家 并和他签约 很快就写出并出版了这本书 目的是抢占先机 当原作者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任何出版社都不可能出版另一部 内容题材完全一样的书 听到这里 北斗明白了 等于说 这个作者被无节操的代理商给黑了 正是如此 而且因为他只是一个不出名的小作者 又没有证据 就算在网上揭露这一黑幕 也只会让人以为是华众取宠 不会予以理睬 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作品 经过别人的加工大红大紫 而自己却只能忍气吞声 打掉牙齿吞进肚子 他受到的伤害和精神打击 可想而知 众人都沉默了 同为作家的他们 非常清楚这种感受 毫不夸张地说 任何人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都有可能变得一蹶不振 从而憎恨这个世界 南天呆呆地望着沙家 他讲的这些事情 他没有一点印象 天哪 他是在说谁呢 沙家悲哀地望着南天 继续说道 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非常的愤怒 也很无奈 只有安慰他 让他往前看 再创作一部更好的作品 但他却说自己做不到了 这件事情让他不再相信这个世界 也摧毁了他所有的创作激情 令他无法再写出任何作品 他现在想做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向这些陷害了他的人复仇 用他的方式 当时我已经深深爱上了他 也意识到 如果我不帮助他的话 他有可能做出更加极端的报复社会的事情 于是我没有选择 只能听从他的安排 配合他完成这个复仇计划 我们拟出一个名单 包括了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人 首先当然是那家图书代理商的编辑 玉驰诚 然后是知道内情的出版公司主编 徐文 他们俩既是编辑 也是悬疑小说作者 接着 是接受这个提议的畅销书作家 白晶 还有为这本书写序的大作家 荒木舟 以及在妖风和风底推荐此书的著名作家 莱克 龙马 戈特 而那个被黑的作者 笔名叫做冰峰 真名就叫做 南天 沙家的话令所有人惊弱憨蝉 被说到的人全都张口接舍 深情骇然 而另外几个没被提到的人 以夏侯申为代表 说道 那么 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 我和暗火 千秋北斗 为什么也会在受邀之列呢 千秋 哼 恐怕他自己心里有数吧 那家出版公司最开始找的合作者 不是白晶 而是他 只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他拒绝了此事 是啊 我拒绝了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找到我 千秋黄霍地说 你是拒绝了 但你知道内情却无所作为 如果你足够有正义感的话 就不会仅仅是拒绝 而应该制止和揭露此事 沙家立声说道 我不知道内情啊 当时他们只是找到我 说有一个选题 问我愿不愿意写 我 不用解释了 沙家冷冷地打断他 你这么聪明的女人 会参不透这是怎么回事吗 什么选题会提供如此详细的内容 简介和样张给你参考 哼 我看你当初拒绝 只是害怕以后会惹上麻烦 不过讽刺的是 这件事居然给你提供了灵感 让你创作出了 调警之约这个故事 千秋 你自己想想你讲的这个故事的剧情 还敢说你不知道内情 千秋张着嘴 无言以对了 那么我呢 北斗怯怯地问道 我可是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没错 你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你应该能想到邀请你来的原因 想想你的特殊能力吧 过目不忘 北斗惊讶地说 难道你们找我 就是希望我作为这件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是的 你的能力曾经被媒体报道过 我们考虑到 在这十四天里发生的事 以及每个人要讲的故事 如果没有一个拥有超凡记忆力的人 恐怕没人能完整记录此事 所以 抱歉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被我们请来了 这么说 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优秀的悬疑小说作者 北斗尴尬地说 不 这也是原因之一 你讲的狄农的秘密 这个精彩的故事 就足以证明你的实力了 北斗抓着脑袋 不知所谓的傻笑了两下 那么 我和暗火呢 夏侯深费解地问道 我们俩既没参与这件事 也没什么可以被利用的特殊能力 抓我们来的理由是什么 说得敷衍一点 因为你们也是杰出的悬疑小说作者 不过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有你们 才能凑成十四个人 什么 抓我们来就是为了凑数 夏侯深感到啼笑皆非 这就是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 沙家昂起头说 就像你们之前曾猜测过的那样 十四这个数字 是有特殊含义的 什么特殊意义 沙家顿了片刻说道 南天遭遇黑幕的那本书 跟他今天晚上讲的这个故事的名字 一模一样 惊魂十四日 夏侯深惊呼道 没错 我不知道这是巧合 还是命运中的安排 沙家沉吟道 旋即抬起头来 不过 这就是我们要凑到十四个人的理由 他解释说 我们调查到 参与此事的人里 玉池成 徐文毫无疑问是知道内情的 但荒木舟 龙马 莱克 哥特 哥特等人 却无从判断 也许他们知道内情 但也可能被蒙在鼓里 所以为了避免错误的报复 南天想了一个主意 凑齐十四个参与者 当然 玉池成和徐文作贼心虚 知道原因也不敢说出来 但龙马等人 如果知道内情 再联系到被绑架的人数 肯定就会意识到 这次的事件跟那起黑幕有关 反之 如果不清楚内情 就弄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被绑架 通过这十四天的观察 我们是无辜的 龙马说 我当初只是答应这本书的出版编辑 给白京的书写一下推荐语 怎么可能知道隐藏在这本书背后的秘密呢 我也不知道啊 莱克和戈特纷纷表态 我相信你们说的是实话 因为那天 龙马提到被邀请来的人 是否具备什么共同点的时候 竟然没有人想到这件事 如果你们不是在演戏的话 那就是真的不知道这个黑幕 但是 他转过身子指着白京 你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白京夏的浑身一抖 他嘴唇息动 似乎想要辩解什么 却说不出来 你的故事 一定是有人在故意报复我 沙家冷言道 你既然能意识到这一点 就说明你非常清楚 你做过些什么 你的畅销新书高窗 是你自己的构思吗 你心里清楚得很 白京惊恐地说 我 我只知道徐文主编给了我一个选题和内容简介 并不知道这些出自另一个作者之手啊 现在解释这些没什么用 你省省吧 本来你也跟玉知诚和徐文一样 应该死的 但是 你讲的那个故事救了你 让我放弃了杀死你的计划 什么 我讲的那个墓穴来客救了我 为什么 沙家黯然道 这个故事 让我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我想 你既然能讲出这样的故事 内心应该还不至于是完全阴暗的吧 大概 这就是妇人之忍吧 白京难堪地垂着头 心情复杂 我们其他人被邀请来的原因都知道了 那克里斯呢 北斗说 他为什么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到这里啊 克里斯算是这场游戏的特邀嘉宾 邀请他来的原因是 南天提出 想挑战自己 他认为自己设计的这场游戏 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谜剧 除了用于复仇之外 也是一场考验智慧和勇气的死亡游戏 他已经无法写出任何故事了 但是却能设计出这样精彩的游戏 南天希望能找到一个拥有超级智商的天才 来参与这个游戏 看他能不能破局 克里斯成为了我们选定的对象 那为什么我们是被绑架 克里斯就是在清醒状态下来的呢 千秋问道 因为克里斯的行踪没有规律性 在国内也没有固定住所 所以我只有设计把他骗来 我之前通过多封电子邮件和他联系 告诉他4月22日晚上 在某地点会有一场精彩的游戏 期待他的参与 我清楚克里斯是好奇心非常强的人 知道他一定会来 果然 他按照约定来到指定地点 而等候在那的黑色轿车 就把他带到这来了 克里斯歪着头注视沙家 肩默不语 沙家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以及把诸位邀请到这来的原因 现在你们都明白了吧 直到现在 你还在说邀请 黄牧舟愤闷地说 这是不折不扣的绑架 不过我也纳闷了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怎么能做到在差不多同一时间 把我们这么多人绑架到这里来 沙家沉默良久 到了这份上 我也用不着印完了 他抬起头来 望着众人 你们应该听过 恩氏的郭氏财团 我是郭氏财团董事长的独生女儿 什么 你是 一向稳重的荒牧舟 不禁张口皆舍 难怪啊 其他人显然也听说过 郭氏财团的大名 全都惊讶无比 这是全国资产排名前十的大财团 此刻他们完全明白了 改建废弃监狱 修建密室 布置这里的一切 雇佣黑社会 按照顺序秘密绑架 十二个悬疑小说作家 这些看似困难的事情 对于拥有郭氏财团 百分之三十以上股份的 郭家千金小姐来说 简直是小菜一碟 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时候 南天望着沙家说道 不管你的真实身份是谁 我只想知道 你是怎么催眠我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你自己要求的 沙家悲伤地说 我刚才说了 你设计这场游戏 有两个目的 一是复仇 二是挑战自己 你在遭遇黑幕之前 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悬疑天才 但这件事 令你丧失了写出新作品的自信 却没能灭得了你的傲气 你告诉我 你要在现实中设计并演绎出全世界最伟大的悬疑小说 并且自己作为参与者 挑战自己的构思 南天目瞪口袋地望着沙家 全身发麻 你在和我的接触里 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悬疑小说作家 而是一个高级催眠师 于是你设计好所有的谜局 并安排好一切 然后游戏开始那一天 你要求我对你施加催眠术 让你忘记自己原来的身份 以及你设计的一切 彻底作为一个被邀请者参与进来 4月22号晚上 我让你躺在这儿的一个房间里 闭上眼睛 我用催眠术让你选择性地忘记之前的某些事情 然后对你施加暗示 你叫南天 是一个单身自由作家 早晨按自己的生物中起床 洗漱 吃早饭 接着在电脑前敲字直到中午12点 出门 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餐 回家睡午觉 下午三点起来 玩电脑游戏 晚饭是叫的外卖 吃完之后写文章直到11点半 之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节目很乏味 你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催眠非常成功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完全记不得先前的事情 之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游戏之中 南天难以自控地全身颤抖起来 沙家说的这一切 确实是他醒过来之前的记忆 却只有一些流水帐般的模糊印象 想不起任何的细节 更令他恐惧的是 他直到现在才发现 他虽然记得很早以前的一些人和事 但最近几个月发生过什么 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事到如今 南天无法再怀疑自己被催眠的事实 沙家说的这些话令他心悸淡寒 他瞪大眼睛问道 你说 所有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 就是说 令讲完故事的一些人犯规 包括玉驰成和徐文的死 都是我事先策划的 你是一个天才 南天 沙家带着复杂的口吻说 很多事情都在你的预料和掌控之中 你曾详细地告诉我 遇到哪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我按照你教我的方法 几乎毫无破绽地完成了这些 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南天仍然惶惑地望着沙家 似乎想不透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 但沙家却绷着嘴唇 坚口不语 这时候 克里斯开口说道 沙家 如果你不愿回顾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情 就让我来帮你说明 当你承认催眠这一事实之后 很多貌似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都能解释了 首先玉驰成的故事 因为暴风雪山庄模式而犯规 这是你们事先无法预想的 应该是沙家临时想到 可以以这个理由把他杀死 而接下来 作为第二号的徐文 就是一个重点人物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们之前一直猜测的密室 其实并不是一间独立的暗室 而是可以连通14个房间的 一个串联性密室 也就是说 其实通过密室 每个房间都是相通的 克里斯望向沙家 见他低头不语 知道自己说对了 继续说道 确定了这一点 再加上沙家是个高级催眠师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徐文是造成犯规的关键人物 我想 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玉池城的故事讲完之后 沙家应该去找过他一次 提示他犯规了 这次拜访的重点 其实是用某种录音工具 录下玉池城的一些话 所以 我们第二天晚上 听徐文讲故事之前 玉池城没有下来 北斗上楼去叫他 才会听到他说 有些不舒服 不下来了 其实 当时房间里的玉池城 已经变成尸体了 而北斗听到的 只是沙家用遥控器 控制的录音而已 克里斯的分析令在场的人 寒毛直立 停顿了一会儿 克里斯继续说 徐文的故事讲完之后 我们到玉池城的房间去 发现他竟然以徐文 故事中的情节 被杀死了 当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却能解释了 毫无疑问 沙家在徐文讲故事的前一天晚上 悄悄通过密室 进入徐文的房间 并催眠了他 催眠的细节我不得而知 也许是通过某种暗示 让睡梦中的徐文 把自己构思的故事的 某些重要内容 以梦话的形式说出来 这样一来 沙家等于提前得知了 第二天徐文要讲的 故事里的一些情节 于是 他在第二天的下午 悄悄潜入玉池城的房间 把他杀死 并把现场布置成 和徐文的故事一样的场景 就这样 令徐文犯规了 然而 对徐文的利用并没有结束 第三天晚上 夏侯深讲迷梦这个故事 徐文因为头一天受到了惊吓 所以没有参与 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 而夏侯深讲完之后 我们因为争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而没有在当天晚上 给这故事打分 这就又给沙家提供了可乘之急 夏侯深讲完故事的那天晚上 沙家以同样手法潜入徐文的房间 和上次不同的是 这次他不是要从徐文口中 套出什么故事情节 而是用催眠术对他施加暗示 这个暗示是 从前天起 他就在做同一个噩梦 然后在四点十八分 被噩梦吓醒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夏侯深惊呼起来 我当时错怪了徐文 以为他是要故意陷害我 但实际上 他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噩梦 只是被沙家用催眠术 施加了心理暗示而已 就是这样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手法让你的故事也犯规了 那么接下来犯规的人 又是怎么回事呢 千秋问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张宇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五季 惊魂十四日 第五十四集 我挨着往下说吧 来客的故事没有犯规 原因大概就是因为 他巧妙地用了那个方法 不预先想好故事情节 事实证明 这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接下来 暗火又成为主办者的目标 克里斯望向暗火 我记得你说过 在你讲故事的前一天晚上 有个人和你待在一起 这个人就是沙家 对吧 是的 暗火难堪地承认 为什么你当时不直接说出来的 沙家说 希望我能保守 和他暗中接触的秘密 他说如果让主办者察觉的话 恐怕会对我们不利 你难道没有怀疑过他 认为他接近你是有某种目的 我想过的 但是 他整夜都跟我待在一起 我明白了 正是这一点把你迷惑了 现在我来试着分析你遇到的事情 沙家在你讲故事的头一天晚上来找到你 并在你的房间过夜 至于你们做了些什么 我无意探讨 但可以肯定的是 沙家寻找某个机会对你施加催眠 在你睡着之后 他故意到楼下大厅走动 或者播放在密室录好的生意 总之 是为了让我们听到夜半脚步声 然后他返回你的房间 向熟睡的你施加暗示 令你做了一个跟夜晚跑步有关的梦 导致你第二天 在构思故事剧情的时候 把这个极富悬疑色彩的情节 很自然地加了进去 没错 就是这样 暗火头上进出了冷汗 这个梦中的情节启发了我 令我构思出新房客这个故事 关键是 你一觉睡醒之后 发现沙家仍然在你身边 所以认为不可能是他在搞鬼 结果 偏偏就是他 暗火望向沙家 似乎不敢相信 自己会完全陷入这小女人的圈套 克里斯继续说 至于你讲完故事那天晚上 会在楼下看到走动的活死人 显然也是沙家为了令龙马的故事犯规 而上演的好戏 他故意穿上玉尺城的衣服 让你看到背影 目的是为了导致龙马第二天讲的故事犯规 你的意思是 沙家也曾经潜入到我的房间 利用催眠术提前获知了我的故事内容 龙马惊骇地问道 当然 实际上 之后 白晶和荒木舟先生的故事犯规 都是类似的手法 我就没有必要一一分析了 不 我没有催眠过白晶 沙家望着克里斯说 他讲完故事后 你暗指他的故事可能涉嫌抄袭 为了引起大家进一步的怀疑 你在我讲完故事之后 立刻通过暗示进入虚文的房间 并模仿虚文的笔记写出故事梗概 丢在床下 结果被暗中调查虚文房间的南天发现 制造出我抄袭并犯规的假象 一箭双雕 白晶恍然大悟 我冤枉你了吗 白晶 沙家伶俐地说道 你在现实中 没有抄袭过别人的创意吗 白晶无言以对 神情十分尴尬 沉寂了片刻 莱克问道 沙家 如果说你设计玉石成和虚文犯规 是为了有一个杀死他们的理由 那为什么后面的夏侯深 暗火 龙马 荒木舟等人 你也要处心积虑地 让他们犯规呢 这样做意义何在啊 当然有意义 沙家昂起头说 我刚才说了 这场游戏 是南天设计的一个谜举 故意制造犯规 就是谜题之一 考验你们能不能在游戏结束前 破解我们的手法 说到这一点 我确实很佩服 克里斯望着南天 说实话 这个谜局确实是天才的创意 我刚才说了 如果不是最后的电子密码环节令沙家无能为力 恐怕这个秘密 我们永远都无法解开 哪怕我用逃出魔窟这个故事 已经试探出了主办者可能就是沙家 却无法得知真正的主办者 其实是南天 你的故事到底有什么玄机 现在可以说了吧 荒木舟望着克里斯 克里斯笑了一下 我在讲逃出魔窟之前 其实就有些隐隐猜到 真正的主办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但是我没有证据 所以才想出这个故事 用来试探主办者 你们回想一下 我讲的那个故事的结局 其实和现在的结局是非常接近的 最终BOSS并不知道自己是最终BOSS 我想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 那么主办者的替身肯定从故事一开始 就能猜到结局是怎么回事 但是 他偏偏要掩饰这一点 就像沙家所做的那样 为了让大家不怀疑到他 他故意在每次出现选项的时候 选择错误的路线 不知不觉 七个选项全都选择错误 可是他忽略了一点 将七个选项全部选错的概率 和全部选对的概率是一样的 非常的低 只有一百二十八分之一 所有人中 只有他一个人做到了 这一点 确实是我失算了 沙家承认的 但是 你设计的这个圈套 只能作为推测 而不能当成证据 我知道 所以我并没有把我的怀疑说出来 说到概率 抽小球决定顺序这件事的谜底 也该揭晓了吧 夏侯申说 这个手法我早就破解了 不过还是让设计者本人揭晓吧 克里斯望着沙家 这不是我设计的 这是南天的智慧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 那个抽小球的箱子 类似一个魔术道具箱 装有隔层 暗格里藏有196个小球 分别是1到14号小球 每号球各14个 我可以用隐藏在身上的 微型遥控器 对隔层里的小球进行控制 龙马是第一个摸小球的人 暗格里的14个6号小球 就会出现在箱子底部 南天第二个去摸的时候 箱子又会变成13个14号小球 莱克第三个去摸 箱子里就是12个4号小球 以此类推 原来如此啊 千秋汉眼的 跟可以出老千的做壁麻将机 一样的原理吗 哼 说出来简单 但之前你们怎么没发觉 其中的奥妙呢 这么说 控制大厅音箱的遥控器 也藏在了你的身上 哥特困惑地说 可是 你的身上怎么可能 藏下这么多遥控器啊 沙迦带着几分得意的神色说 这就是我的智慧了 这些微型遥控器 如果藏在衣服口袋或裤包里 都有可能会被搜出来 但是你们怎么都想不到 我把这些微型遥控器 镶嵌在我的内衣上 是这样 千秋恍然大悟 难怪啊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坐到椅子上 大厅里主办者的声音响起来之前 你就一直用手俯着胸口 原来是在摁下遥控器 原来如此 夏侯山长须一口气 所有的谜都解开了 北斗挠着头说 看来以我的能力 还是无法解开这么多的谜题啊 我果然不是当侦探的料啊 原来你一直在扮演大侦探啊 千秋耶语道 哦 那天晚上我们到你房间去找你 发现你睡觉还穿着袜子 其实就是因为你之前 也在进行秘密调查 北斗难为情地吐了下舌头 等等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不通 哥特皱着眉头说 沙家为什么要给南天故事 打一分呢 他既然知道南天才是 真正的主办者 如果我们所有人 都给南天的故事 打最高分 让南天胜出 那不是郑重吓坏吗 为什么 他非要让自己获胜不可 关于这个问题 我能猜到原因 克里斯若有所思地说 不过 还是让沙家自己说吧 不 我不想说 嗯 那我就明白了 跟我想的一样 南天茫然地看着沙家 然后走过去 抓住他的肩膀 沙家 别再对我有任何隐瞒了 把一切都说出来吧 沙家望着南天 眼泪速速而下 他只能如实相告 南天 在做这件事之前 你对我说 虽然你非常想 报复陷害你的人 但你也清楚 这是不折不扣的犯罪 所以 不管最后你能不能胜出 也不管最后结局如何 这件事之后 说到这里 沙家哽咽了 隔了许久 他才继续说 你让我解除对你的催眠 然后由你向所有人宣布 你就是主办者 之后 你会向警方投案自首 并承担所有罪名 而我 则全身而退 没错 本该如此啊 南天的眼眶也湿润了 你没有理由承担这一切 你只是一个被我利用的执行者 我才是这场游戏的主办者呀 不 你没有利用我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沙家扑到南天怀里 我说过的 为了保护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沙家 你真是 太傻了 南天擒着泪说 你打算把一切都揽在自己头上 代替我承担主办者的罪名吗 有一点他还是想不通 可你为什么要给我的故事打一分 阻止我胜出呢 因为我不想解除你的催眠 我想让你彻底忘记以前的事 我不希望按照最初设想的那样 你在这场游戏结束后投案自首 这等于是自杀 南天迷茫地晃着脑袋 听不懂沙家在说什么 我胜出这场游戏 跟解除催眠有什么关系 沙家咬着嘴唇沉吟良久 抬起头来 望着南天的脸 泪眼婆娑地说 因为 我们当初约好 我对你实施的催眠 有一个自动解除的条件 那就是 你赢得这场比赛 也就是说 在你胜出的那一瞬间 你的催眠就会解除 这句话像一道电流击中了南天 他突然感到头痛欲裂 脑袋里 仿佛有一个小人在翻箱倒柜 将锁在潜意识深处的记忆 一一巡回 他想起来了 什么都想起来了 沙家看着南天的眼睛 知道催眠已经解除 他含着泪说 南天 你都想起来了是吗 所以 你知道我想要赢得 这场比赛的第二个原因了吧 我并不是悬疑小说作家 我讲的怪胎那个故事 其实是你创作的 所以我胜出 就等于是你赢了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南天 这场游戏 最后的胜利者 就是你 南天抱住沙家闭上眼睛 他忽然发现 这场游戏的胜负 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了 在数字键盘上 南天输入了八位数的密码 啪的一声 铁门打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与冀中文化 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 十四分之一 作者 宁航一 演播 章鱼讲故事 十四分之一 第五季 惊魂十四日 第五十五集 北斗 莱克 夏侯生 龙马 哥特 大家欣喜若狂地 冲出了这所 囚禁了他们 十四天的监狱 大口大口地 呼吸着新鲜空气 喜机而起 跑出去一段距离之后 他们回过头来 看着这所 矗立在荒郊野岭中的 黑暗城堡 一瞬间 心绪万千 他们在这里 度过了恐怖 漫长的十四天 却也是一生中 最难忘的十四天 现在 他们注视着 依旧站在监狱门口的 南天和沙家 白京说 怎么办 报警吗 由他们吧 荒木舟叹息道 我想他们明白 该怎么做 是啊 我们走吧 夏侯生舒展着金谷说 我要回家去 抱老婆和女儿咯 这里是山上吗 该死 哪儿有电话亭啊 来客左右四顾 我得给我老妈 报个平安呢 嗯 我有半个月 都没洗过澡了 千九捋着头发说 真让人无法忍受 我要回去 好好泡个澡 再去做个SPA 我得好好休息半年 然后创作 新的悬疑小说了 龙马微笑着说 哥特泪水连连 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好想我男朋友 他突然捂上了嘴 北斗嗤之以鼻地向后摆了下手 翻了下眼睛 嘿 早想到了 沙家 你也走吧 沙家轻轻地摇头 温柔地靠在南天的肩膀上 你为什么这么傻呀 是我害了你啊 不 认识你 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 沙家闭着眼睛说 沙家 你还是 南天 你看 天上的星星好美啊 沙家指着夜空中 最亮的一颗星星 开心地说 南天不再说话了 他把沙家紧紧地拥在怀里 和他一起仰望 翼翼星空 泪光和星光 在他们的脸上闪耀生辉 宛如银色精灵 警察根据南天和沙家的供词 在废弃监狱的密室里 找到了装在冰柜里的浴石城 和徐文的尸体 6月2日 S市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南天以蓄谋绑架 杀人罪 被判处有机徒刑10年 郭婉庭 以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南天和郭婉庭均接受判决 不提请上诉 这次案件因涉及多位著名作家 作案手段诡异离奇 加上作案者是郭氏财团继承人 一时间轰动全国 震惊世界 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 却只能对发生在这14天内的事情 进行揣测 被绑架并活下来的 十名悬疑小说作家 均拒绝透露任何详情 被捕的南天和郭婉庭 更是不接受一切采访 这起神秘莫测的密室绑架杀人案 热闹喧腾了几个月之后 逐渐冷却下来 十月的一天 在狱中服刑的郭婉庭 接到有人探监的通知 他穿着浅蓝色球服来到会见市 看到了等候在此的人 克里斯 他们隔着厚厚的玻璃 对视了一分钟 分别坐下来 拿起电话听筒 沙迦 你在里面还好吗 沙迦没有回答 他默默地注视对方许久 你是谁 克里斯 是我认识的克里斯吗 是你认识的克里斯 不是你那个哥哥 肯定不是 沙迦冷漠地望着他 你来找我干什么 克里斯撕损了片刻 我想问你一些问题 为什么我自首之后 没有把你供出来 对 沙迦黯然一笑 我有证据能证明 当初是你胁迫我 做这事的吗 你明明知道 当初你哥哥 是用匿名电子邮件 和我联系的 对 你没有证据 可这是唯一理由吗 你选择自首 也被判了死刑 显然就不会害怕 当初那件事情曝光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把 做这事的真正动机 说出来 就算因为证据不足 而无法治罪于我 起码也能让我 遭到怀疑和调查 无法像现在这般 逍遥自在 沙迦望着 克里斯 你知道我们的对话 内容会被录音吧 你居然敢在探监时 说出这些话 不怕这就是证据吗 克里斯 耸了下肩膀 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 沙迦回过头 看了眼 站在他身后 不远处的预警 他明白了 你可真是神通广大呀 克里斯 别管这些了 沙迦 回答我的问题吧 沙迦摊了下手 我为什么要把你供出来 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能让我和南天 逃脱道德和法律的制裁吗 当然不能 但是 你不恨我吗 沙迦微笑着摇头 不 我一点都不恨你 相反 我感谢你 克里斯眯着眼 凝视着他 因为你让我认识了南天 这就是理由 而且 虽然我们现在都入狱了 却彼此相爱 克里斯微微地点着头 这么说 南天不知道你的秘密 克里斯 沙迦以从未有过的严厉 和阴冷的表情说 如果你敢让南天 知道我以前的事 我发誓 不惜一切代价 我都会从监狱里出来 找到你 把你杀死 克里斯摆了下手 我不会的 用你的话说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不过现在我倒是彻底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把我供出来 就是不想牵扯到以前的事 别的你都不在乎 你只在乎南天的感受 所以 你可以放心了吧 克里斯点着头 然后做了个表示害怕的表情 沙迦 你刚才的样子真把我吓到了 这才是你的本来面目吧 沙迦懒懒地挑了下眉毛 老实说 你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女人 跟你在一起的十四天 我几乎都被你那副 伪装出的小女人模样给迷惑了 直到刚才你那副表情 才让我想起 你是曾经犯下多起命案 未被抓捕的超智商罪犯 特别是 你在一年前绑架 并杀死郭氏财团董事长的独生女 然后通过整形和声带手术 将自己变成身价数十亿的郭婉婷 顶替她成为附加千金 这种大胆的构思 真不是一般人能想出来的 你把我说得这么厉害 是在变相地夸自己吗 我连郭维明都能骗过 却被你洞悉了真相 从而以此为把柄 威胁我做出这件事 当初南天被黑的事情 也是你提供给我 并让我接近她 和她一起策划这场游戏的 克里斯 你才是最可怕的人 你处心积虑做这些事情 仅仅是为了玩一场刺激的游戏 作为对自己智商的挑战 不管怎么说 你因为此事而认识心爱的人 不也是可喜可贺吗 你这样的高智商罪犯 竟然因为感情而自愿浮发 看来人始终是有弱点 特别是女人 你说这些话是在讽刺我 绝对不是 沙家 你知道吗 你是一个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女人 有时我真的怀疑 你跟我一样 是有双重人格 沙家冷冷地说 哼 也许吧 但我永远都做不到像你那样 自己控制两个人格的转换 克里斯 我也很好奇 一个躯体却有两个心灵和人格 一段时间是哥哥 一段时间是弟弟 但名字都叫克里斯 这样的人生有趣吗 超出你想象的有趣 任何人都无法体验到的乐趣 我能想象 就像这次的事件 哥哥策划和安排这场游戏 然后由弟弟来参加 克里斯 你参加这场游戏的时候 并不知道我 或者南天是主办者 是吗 当然 那是哥哥安排的 我要是提前知道了 这场游戏还会好玩吗 你不会认为我一直以来的分析和推理 都是在演戏吧 看得出来 你是真的投入其中了 玩得很尽兴吗 嗯 哥哥果然没有找错人 南天是个天才 你的两个人格之间 也就是哥哥和弟弟 可以互相对话吗 恐怕不行 否则在别人看起来 就像是个在自说自话的神经病 我们只能单独登场 然后通过留言等方式交流 我明白了 在那儿的十四天 和我们接触的都是弟弟那个克里斯 正是如此 他们沉默了一阵 克里斯说 沙家 虽然你赢得了南天的心 但你认为值得吗 什么意思 你背叛死刑 而南天只有十年徒刑 你们最终还是无法在一起 那可不一定 我不会死的 克里斯张了下嘴 哦 对了 你可以利用郭氏财团的能力 不 我不是说的这个 克里斯迷茫地看着他 沙家站起来 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小腹 克里斯这才注意到 沙家的腹部微凸 他惊讶地说道 这是你和南天 这么说 你们在那里的时候救了 对 第十三天的晚上 沙家像任何初孕的母亲那样轻轻抚摸着肚子 这个小生命的来临 拯救了我 克里斯站起来 难道你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 沙家没有说话 他垂着头 充满爱意地感受着自己所孕育的新生命 仿佛这就是他的新生 克里斯默默注视沙家许久 低声说道 祝你们幸福 转身离开了 之后 他去另一边的男子监狱探望南天 南天告诉克里斯 他会在狱中将整个故事写出来 克里斯把沙家怀孕的消息告诉南天 其余的一概没说 他在南天的脸上看到了希望和喜悦 他再次祝福他们 他希望自己是真心的 可是他无法抑制内心燃烧的激情和渴望 南天和沙家的孩子会是怎样的一个超天才 如果未来的一天 他得知了这件事的始末又会怎么样呢 也许 我应该用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 来精心策划下一场游戏 除了新的参与者之外 北斗 莱克 夏侯深 千秋 黄木舟 暗火 龙马 哥特 白金 沙家 南天 令我敬佩的对手们 我期待与你们的再次相逢 好了 十四分之一 已经为大家播讲完毕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下一本书呢 是通灵美食家 将会是食咒和阴阳食谱的第三部 希望大家到时收听 请不吝国